好 紧接着非常有意思 只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两性专家江颖瑶 怎么会变成红包场歌星呢 我们来看一段 他在红包场的表演 愿 diff for you 你 никогда mais 我逮捍你 滑翠 declaration 我逮捍你 我逮捍你 寂寞你 生命 想想 生命 生命 想 生命 我逮捍你 你是想 生命 生命 好 这个反差很大 应遥 怎么会从两性专家 变成红包唱歌星呢 当然我可以说我喜欢唱歌 但事实上也是因为缺钱 不该给四千 那因为什么工作可以让你在 每个月固定有钱收入 而且还工作时间不要太长 所以工作时间是 我每天唱两场 然后每一场唱四首歌 所以四首歌 晚上四首歌 这样子就 四首歌大概就半个小时 大概十几分钟而已 十几分钟而已 真正上台去是 差不多唱十几分钟 所以下午唱一场十几分钟 我还唱一场十几分钟 是 那中间的时间 我可以去办所有的事情 然后继续做我之前 不太稳定的收入的那些工作 那这个每天都有的赚吗 有 因为六日也不休 六日生意特别好 所以你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可以到火爆厂去唱 都会有收入 对不对 除非有请假 或者是除夕这样 很少放 不理钱是因为爸爸吗 我看到媒体有报道 对 因为其实虽然我们有健保 但是很多项目都是自费的 那因为爸爸生病比较久 住在医院住了两年多 那就会累积到看护的钱 或者是自费的要的钱 或者是一个好像不太舒服 好 那我们不知道原因 就进去检查 东检查 西检查 检查出来说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检查费用就非常的高 不过抛开这些 不开心的事 毕竟在红包厂唱歌 一方面又可以专洁 就像你说的 一方面也可以抒压 非常抒压 也蛮开心的 我从小就爱唱歌 我们很想听听看你在红包厂的歌声 我们没想到这把年纪 忽然圆了歌星梦 好 我们会不会在现场 来听映瑶 现场唱一首 你要唱 我来带来一首那个 每次唱这首 红包特别多的歌 看今天有没有效果 好 今天 有没有效果啊 唱一下你要好好表现啊 今天真的久了嘛 对不对 有没有效果啊 一切 理想呆 olduğ 一切 理想呆 在红包压 真的狗 saf 二费 你这 principal yapt 一切 理想呆 一切 就像呆 я 取esp backend 你那么谈不知是那个girl 要跟你一起在一起 要給你罷難 那麼學生我都 我都唱一下 所以我都唱一下 為什麼叫紅包廠 就是因為可以收紅包 所以我們對紅包廠 其實蠻好奇的 來 印瑤講一下這個紅包 你們有沒有基本收入 沒有 所以所有的收入 都是靠阿伯給紅包嗎 是 就是 阿伯 對 也有小姐 現在年齡層都 有漲低 因為我們對過去紅包廠的印象 就是都是一些阿伯 因為這麼多年來 阿伯今天都走掉了 所以現在有年輕化 好啦 你們主要是靠紅包收入 通常這個紅包 也有很多妹妹哥哥 是 紅包有分 為什麼 只要是一千元的 一定要痛摧 讓人家說我收到一千元的紅包 然後有這麼多個 我就拿在手上當扇子來扇 這是做面子耶 是 那如果有面子的不是這樣 更有面子的是 是怎樣 用十張一千塊串成一個圈圈 給你套在身上 給你頒獎 上來套在你身上 十張什麼 十張 十張一千塊 就一萬塊 直接用錢這樣串啊 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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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串 像那個當兵的時候 那個連掌有沒有套進去 那個紙心袋 對 紙心袋 你要用的話 那個撕開不會破掉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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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技術很好 是 那你有收到那個花環嗎 還沒有 我才唱兩三個月 那你現在有粉絲了嗎 有 其實有 因為紅包場是靠粉絲 而且據說都是一些固定的對不對 對 都是固定 因為過去像有些老伯伯 他可以三十年 每天去看一個歌手唱歌 三十年 老伯伯住院啊 他會請人家把那三百塊 五百塊的紅包 還是送去 人不在還是可以送紅包 對 我問你 紅包啊 有送三百 五百的嗎 有 有啊 最低可以只包多少 一百 你收光一百的嗎 你不可能給銅板呢 一百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吧 是 所以收到紅包 一百的紅包其實也不是太少 對 就是大部分人 很多人都包一百塊的紅包 其實看到這個紅色 我們會覺得受到鼓勵了 他肯定我了 他看到我了 他知道我了 理都不理 他是不會給你紅包的 那所以一百塊 兩百塊 三百塊 五百塊 六百塊 都有 一千已經很多了 難怪他痛出來 對 把作品做了 但是收到紅包的同時 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你身材這麼火辣 你每天那麼性感 然後在唱紅包場的時候 不會有人伸出賢豬手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騷擾你或什麼嗎 那再來你又是一個兩性專家 我們比較驚訝就是說 因為畢竟跟紅包場這樣的連結比較少 那你怎麼突破你自己的心理的 沒有心理障礙嗎 當然有 有 當然會有 剛開始的時候我真的很不習慣 譬如說我不是現在的這一家 就是原先我離開的那一家 它是規定我們第一首 你不是才唱兩個月嗎 是 所以你已經做了第二家了 對 那現在這一家 今天我自己的老家就對了 現在這一家是好的 所以已經唱了兩個月 我會繼續唱下去 那第一家唱了一個月 為什麼會離開 它規定我們第一首在台上唱 第二首就要下去 跟每一桌的每一個客人握到手 那只要就是那時候有一個客人 他就跟老闆抱怨說 他可能去上廁所還是抽菸 可是他自己不講 他就說 我準備三百塊買給他 他沒來給我握手 他怎麼都不會握我 老闆就衝過來說 老闆給你三百塊 你怎麼不敢握手 就在客人面前說大小聲這樣 那我們不太習慣這種事情 我也三百塊就這樣子罵你 我有握手 而且我立刻登登登登 去跟那個客人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馬上手指伸出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剛才看你沒看到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給他按住 都道過歉 然後他也是 好吧 算了這樣子 原諒我了 然後進去那個休息室 老闆繼續唸 你怎麼搞 然後老闆唸完了 歌手跟著唸 對啊 自身的歌手 你怎麼可以 我就說 夠了 夠了沒 夠了 我已經道過歉 我也沒拿到錢 然後你知道 因為那家有抽成 我們的紅包沒有底薪 他還有抽成 抽成的意思是 你收到了紅包 還要讓老闆抽 客人給我們三百塊 他要抽三成 而且四捨六斤 就是 四捨六斤 對 如果一五的話 那就算他的 那所以 我就離開了 然後現在這一家是 不抽的 所以有的有抽 有的不抽 我這一家是不抽的 我會繼續待下去 如果有抽的話 是你一下台 他馬上就要結算 你收到多少紅包是吧 不是 紅包就不關他的事 是我的 就不用結算 不是 我說如果有抽的 對 怎麼辦 那一下台就交給老闆 看算嗎 他們不會交給你 他們希望錢都是 他們一個小妹跟在後面收錢 他不讓你 不讓你手拿到 你手拿了客人錢 然後就趕快要交給他 就馬上來收 所以你在現場 馬上收到紅包 他你按他的小妹 那有的 有的朋友會說 金子嫣只要上台 葛爸就住在台下 看金子嫣 葛爸住院 都會拖人家 把三百五百紅包拿到現場 後來去榮民之家 是金子嫣帶他去的 這些老伯伯 要到大陸去探親 他們會去打那個 讓這個老伯伯把 拿回家鄉 馬上來收 所以你在現場 馬上收到紅包 他你交給他的小妹 那有的朋友會說 還要抽 來 我給你 我給你 被發現就會被罵死 對 那但是這一家 就完全不抽 而且我們還有那個廚師 很好吃的菜跟酒 我還可以抽桌面 就是可以抽成桌面 就是如果客人點菜的話 你要指定我 你要說我這一桌 四千五的業績給姜應堯 那姜應堯就可以抽 對 就月節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歌星來歌星之間 應該會搶得很兇吧 對 因為他還可以指定給姜應堯 或指定給許勝梅 那許勝梅和姜應堯 搞不好就搶破頭了 對 譬如說 你可能先桌面給我了 後來有一位 很可愛的歌手 來跟你散打散打 然後說 開瓶酒嗎 好 這瓶酒開給他 那你也可以說 我這個桌面給他 然後這個酒開給他 我這個水果開給他 可以指定 但是大家都會覺得不太開心 水果是阿娟的 酒是許勝梅的 菜算張應堯的 對 為什麼水果算我的 哇 這也寒嗎 水果比較便宜 是不是就吵起來了 對啊 但是如果那不是他的客人 他會覺得 不是不是 你說什麼 因為阿娟才比較多 因為阿娟才比較多 對 人家這樣要吹比較少 但是如果是你的客人 我會覺得 哎呀 謝謝 謝謝 我不只在謝謝客人說 給了我一個水果 我還要跟你謝謝說 哎呀 那個謝謝你的客人 給了我水果 那我們其實 我現在待著這家 是會 但是有分嗎 就是誰的客人分得很清楚嗎 是 是 那 真的啊 那當然就看交情多久 他們都上了十幾年了 他們交情都十幾年 我才唱兩個月 所以都是他們的客人 所以其實紅包廠的特色就是 這些客人其實都是老客人 但是我主顧 我自由革心裡捧誰呢 對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倫理 我的方法就是 帶從來沒去過紅包廠的 我的朋友進去紅包廠 因為他其實說穿了 現在的紅包廠已經改良了 他就是一個 比外面便宜一點點的 吃飯喝酒的地方 然後 而且聽歌 然後聽完還可以自己唱卡拉OK 多開心啊 還可以自己上去唱卡拉OK 是 它有些時段 像下午四點半到 晚上七點半是 你可以唱卡拉OK 而且不用錢 而且是用我們的好的音響唱 對啊 那紅包廠賺什麼 就賺那個吃飯喝酒點的菜嗎 晚上比較多喝酒吃飯的 譬如說客人第二托 所以他其實是像餐廳一樣 在賺餐廳 他要門票嗎 不用門票 以前要買票 以前需要買票 現在就是像餐廳一樣 吃飯喝酒然後結算 然後只是說 比較好玩的是 他可以橫大爺 因為 好了 就冠軍給你了 我這個菜給你 這樣子他可以去 可以玩這種 對 然後大家就對他好好 你看 如果說有的客人 就願意點很多 那一桌的歌手 都會過來打招呼 就做滿滿的 下次我去紅包廠就來 這個炒青菜給江儀要 這個魚跟食生莓都不得罪好不好 水果給誰 水果給誰 白飯 白飯就給省綠好了這樣 那生育會據說在紅包廠是 做得了重大的 可以包桌 就譬如說 我下次 我明年生日 你看要包幾桌 就任桌 然後生日一定有那個 套那個圈圈的事情 就一定要發生 就一定有用錢做圈圈 對 然後呢 在一樓電梯口 就會用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來懂 紅包廠的生日會是 假設今天是某一個歌星的生日 紅包廠 現場 會幫這個歌星 辦生日會 是 那 辦生日會 你所謂包桌是 他的客人就來包現場 譬如說現場可以容納100個人 然後一桌10個人的話 那我就會 每個歌手登記說 我有三桌客人要來 有30個人 那一桌有五桌 那每個歌星就會認桌說 我有多少客人要來 這樣子 就定桌 所以他會用他生日會的名義 去call很多客人 來補他的場 沒錯 然後那天一定會有抽獎活動 生日會那天一定有抽獎活動 對 找很多贊助的贈品 然後抽獎 抽獎很開心 你想喝了酒 然後很high 又聽了歌 那麼關了又抽獎 那那抽獎的獎品是 紅包廠的老闆去找廠商來贊助呢 還是歌星自己要去找呢 都有 都有 而且還有現金 就是有熟客 他覺得說 在這種場所 我願意拿現金出來給大家抽 對 然後就上去 抽了 然後每個抽到現金過來跟他 謝謝 他就覺得很開心這樣子 那誰可以參加抽獎呢 是客人還是 所有的有消費的客人 就有個票跟有個抽獎券 所以蠻好玩的 對呀 客人就等著對獎 而且不會走 會聽到最後一個 那他聽越久 就給的紅包會越多 那如果他早早走了 後面的歌手都沒有紅包 所以抽獎就是留住客人 然後抽到最後 就算得了一個小小獎 也會覺得好幸運 好幸運 那種感覺 那映陽你最多拿過多少紅包 就一首歌最多拿過 因為我有朋友很愛護我 然後就思惠心疼我 然後就去看我 然後收了三十幾個 就這樣一疊三十幾個紅包 一首歌 我都還沒看裡面多少錢 收三十幾個紅包 對 三十幾個 有幾百塊的 有一千塊的都有 然後我就拿著那一疊 我都 眼淚都 因為我在唱的時候 已經要告訴自己 不要掉了淚 不要掉了淚 就覺得我有一種 我到了國外去打拼 然後碰到台灣同鄉那種感覺 反正就是 自己故鄉的人那種感覺 在最困苦的時候 得到友情的溫暖 真的好溫暖 覺得好開心 而且你看我到一個 完全陌生的領域 是 對我來講是別的星球 不是外國 是別的星球 別的世界 然後我去那邊奮鬥 然後希望能跟大家處得很好 我很努力 結果看到一座互相的人 那個是 或然讓我鬆懈了 我不用那麼地去 小心翼翼地去 建立好我所有的關係 看到自己人 我就覺得 好好 但會不會有客人要求 比如在唱歌之外 比如約你去吃飯 吃飯 喝酒 那天有個客人問我說 聽說 紅包場也是有冠軍可以外出 對不對 跟我有這種 他就在試探我 但是他不說我 然後我就會跟他說 就很可惜 因為兩性專家的專長來了 我們知道怎麼推劇 怎麼保護自己 我就會用我的態度告訴他說 我們這件沒有呢 抱歉 謝謝 謝謝 就轉身就走了 他就知道這個人不能碰 這樣 那願意的人是他們私下教育 不關我們的事 我們也干涉不了人家 就完善地拒絕 但也不要傷了他 是 有聽到說 聽說 那可能有人比我缺錢吧 那就是 不關我們的事 但是我問一下 如果說 因為映瑤一路走來 他情路還蠻坎坷的 如果有一個很不錯的男人 可能是企業家或事業友 他在紅包場 他就覺得你很不錯 要瘋狂追求你 可能每天給你花還什麼的 然後 最後還是約你出去吃飯 你願意嗎 我兩個月已經有差不多快十個人 跟我提過這個事情 我覺得很榮幸 說不定你會在紅包場找到你的真命天子 紅包場 燈光比較暗 他們看不出我年紀 好啦 這當然是四千 但是我現在是沒有痛 硬要數十年都沒變 因為 有糟糕 糟糕 好了 我們回來講紅包場 其實紅包場是台灣特有的 一種表演文化 就好像台灣的 低高亮的歌 天涯秀 就像中南部的歌廳秀一樣 北部的紅包場其實也滿有特色的 而且紅包場 它多半就集中在西門町的那一個區域 紅包場跟歌廳真的不一樣 為什麼呢 它也是早期歌廳發展出來的 其實早期所謂的紅包場是怎麼來的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有很多的人去聽這個歌的時候 他喜歡這個歌手會送一大把花 花裡面會塞紅包 久有久之就變成了紅包場 因為你這樣塞 不如就直接給紅包 那紅包場有趣的是 因為它有一些時空背景是 因為早期很多的老榮民 會去紅包場去聽歌 而且很寂寞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唱 我一間你久小 某些特定的歌 比方說小調 比方說一些老伯伯喜歡聽的歌 他們喜歡聽這個 所以每一次聽每一次聽 他們大概就是 他會覺得這是對他人生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講 所以我剛剛講 包括很多去唱紅包場的 一唱都是幾十年 我舉一個例子 各位記不記得 心心之我心裡面那個媽媽 那媽媽是誰 吳敬賢 提到紅包場就會提到他 你看吳敬賢 他除了這個戲演得非常好 他非常紅 他在台式心心之我心 一系列這個心心系列 他還得到那一年的金鐘獎的最佳女演員 那當時的吳敬賢 他是在所有的歌廳秀 跟餐廳秀裡面的紅牌 還不是紅包場 他只要站上那個歌廳秀跟餐廳秀 好多那些媽媽還會哭 因為他在這裡面有五個小孩 因為他得了胃癌 所以他就把孩子送走 好 那為什麼後來會去唱紅包場 也有一個原因是 當然後來的歌廳秀 跟餐廳秀也沒落了 吳敬賢後來也沒有怎麼去接 這些戲劇節目演出 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 他也情慾滿坎坷 他一路走來 他就是跟他的父母親生活 跟他的家人生活 那之後呢 他因為那個舌頭開了一個刀 之後唱歌就有一點不精準 所以其實他後來就越要有收入 各位 其實紅包場是直接有收入的 他就到紅包場去唱歌 過去他月收入可以到17到20萬 不要忘了 我說17到20萬 可能是四五十年前 那是非常高的收入 非常多 可是現在他變成 他在社區大學上課 上什麼課 教這些婆婆媽媽唱歌 一個小時就1000塊 那剛剛蔣英雄講說 你知道紅包場很有趣 那我問一下 紅包場到底有沒有底薪 沒有 沒有 沒有有底薪的歌星嗎 都沒有 沒有沒有 紅包場完全要靠你自己的魅力 就那個紅包 看你能夠拿到多少紅包 但是吳敬賢很厲害的是 他長期唱 他會帶他那些婆婆媽媽的學生去唱 因為紅包場有點像開派對一樣 因為很多婆婆媽會覺得那個地方 哎呦 燈光音響都不錯 就當伴這個同樂 還可以跳舞 對 那你有沒有過唱歌一個紅包都沒拿到 比較少 除非沒客人 那沒客人幹嘛還唱 沒客人還是要唱 我們非常敬業的 萬一 一個客人都沒有 你們也上台唱 萬一這個場 兩個鐘頭 忽然間客人走進來看 沒有在唱怎麼辦 我們永遠都要唱唱唱唱 等著隨時客人走進來 是有在唱的 但是你要小心 你知道紅包場 功心記得多厲害 我講這個紅包場天后 叫金子嫣 他最近演了花甲男孩 轉大人裡面的 等於是花名的媽媽 所以很有名觀眾 金子嫣是紅包場天后 是 她是紅包場出生 她早期是因為這樣 她16歲的時候就開始唱歌 她為什麼開始唱歌 是因為一開始去演電視劇 導演說我們這電視劇 需要也會唱歌 你怎麼不會唱 你去那西門町 紅包場 更加學唱歌 她就去了 之後就開始在 這就是金子嫣嗎 對 金子嫣 那這幾年 她常常提到 她在紅包場的一些經歷 紅包場也有她黑暗面 金子嫣說呢 她二十幾歲 唱紅包場的時候 有一次來了一個 新加坡的客人 對她滿好的 約她去吃飯 結果在吃飯當中 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只是喝了一點飲料 就昏迷了 醒來的時候 這是她自己說的 醒來的時候 已經在飯店裡面了 也就是被下藥性侵 之後甚至於 因為這一次被下藥性侵 她還懷孕了 後來她懷孕之後 她當然不可能生嘛 因為是被性侵了 她就去把孩子處理掉 那這件事情對她 是一個很大的傷痛 之後她也因為 經濟環境的關係 在紅包場就認識了 她的前夫 兩個人結婚之後 因為前夫喜歡賭博 她也就離婚了 但是這幾年 她唱出頭了 因為為什麼 提到紅包場 就會提到金子嫣 我剛剛講 你知道有個老農民 叫葛霸 每一天都去看金子嫣 每一天給三百五百的紅包 一個月就要給到兩三萬 金子嫣只要上台 葛霸就住在台下看金子嫣 看到他們感情有多好 你知道嗎 我剛剛講 葛霸住院 都會拖人家 把三百五百的紅包 拿到現場 後來 那可能已經像家人了 你知道葛霸後來去榮民之家 是金子嫣帶她去的 然後後來這些老伯伯 要到大陸去探親 他們會去打那個金像鏈 讓這個老伯伯 把金像鏈拿回家鄉 去探望自己的親人 你是說這些 一起在紅包場 經過的客人 大家集資 這是有情有義 但是有兩個小故事 金子嫣說她當時 你知道 因為彼此 因為她客人多 旁邊有一個新來了 看她不爽 她也知道她在整她 怎麼整她呢 通常我們要自己打扮 她就用那個電棒 要捲頭髮對不對 結果她那個電棒 被人家偷放了口香糖 你打開之後一捲 是不是電棒 跟那個頭髮捲在一起 就燒焦了 還冒煙 那我前面前奏 我要唱歌了 怎麼辦 她那個夾子拿下來 就把整落頭髮剪掉 就上去了 這就是紅包場 酸甜苦辣都有 我還聽說 有的是 這個客人搬給我了 我唱歌搬給我 趕快下車 趕快拉著客人 趕快跑 你不可以留下來 我不准你包給下一個歌手 就拉著客人往外衝 然後客人來我們這邊 就說壓力好大 我說你慢慢喝茶慢慢做 我們這裡不會這樣 這就是人生的酸甜苦辣